本节目由溜溜哥的旅行商店 独家赞助播出 这次呢我们是来看上海的CAS改装展 这一次和我们以往的出行有一些不一样 平时出来的话可没有人接机 据说是有一个专门做改装豪车的一个大佬 会来亲自接我 我还挺好奇会开什么车来 下了飞机坐Royce还真是不太一样的体验 下了 你看 劳斯莱斯的回头率 它就是这样 大家都会看两眼 这也算是一个人生初体案了 我决定先抽葛之烟淡定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车房都很新 都是准新车嘛 好 新啊 我就是这种我拿了一天我巴不得 对对对对 往死里开真的 蹦蹦零次啊什么的对不对 瞬不得一档时间拉到死 其实现在很多人租车的想法 非常普遍的就泡妹子 这是非常多的一类 然后婚庆啊什么这种类 对婚庆然后婚庆是我们的第二大类 我你妈 我你妈 我们准备了点小惊喜 这是你才坐的台车 哇 酷 你好 你好 过分了 谢谢 哎 你要不要想 哈哈哈 我都站不住了 谢谢 谢谢 这太过分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活脱脱一个被玩坏了的肉帅 哈哈哈 一比一的哦 这还真是一比一的 我这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知道 我们就是在你来这之前 前三天准备好这些车 打你出来 现在才会做出来 哇 然后昨天 昨天早上不是这台车是来接你的吗 是 我们通宵到今天早上六点钟 六点半也挺好的 噢靠 我们要做点别人不能做的 就是 最起码是短时间内不可能复制的事情 而且又要针对于客户 真的是有个性的客户去做一些 就是他们认可的事情 就是他们认可的事情 现在才过了十多个小时 基本上快完工了 就是明天他真的看到的话 我肯定会眼前一遍 我来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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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哇 什么事 噢靠 不要再说 再说我要哭了好吗 我再说要哭了 我感觉今天是个大日子 我的天 而且老三次痛春应该国内没有 现在还没有 那是第一次 OK 这回我们到会场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谁来了 对对对 哈哈哈哈 我人生中第三次做老四来四 但是这个场景和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有点像 就是我的车也是这个涂装 很清晰的感觉 是 其实本来还像别人的惊喜 什么惊喜 他们外面那个贴本来想把衣服也做出来的 噢 那个有点难 那个太干了 就没有了 谢谢老板 谢谢 我等会儿想发个微博 我的天 把能发的都发一下 嗯 这种东西开在马路上 我的天 我现在脸上这个复杂的表情叫做一不小心到了人生巅峰 我没想过 我如果这台车 真的就是认识了 哈哈哈哈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哈哈哈 不过说实话 这是我见过最不正经的一台老四S 反过来冷静的想了想 这保守秘密真的很难 对啊 对啊 我们就在想 昨天我们还是在想 今天是什么会是什么难以 哇靠 这 在这里吗 对对对对对对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谢谢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过分了我跟你讲 过分了我天 就这一个事我跟你说 今年一年我受再多苦再多累 我跟你说我都忍得过去了 感觉 为了这一下一切都是值得的 Jesus Christ 至少他们是 从昨天11点到今天7点 是啊 我连夜贴出来了 我的天 真的打地无聊了 刚才打人家面实在是不好意思 太激动了 打地一下 我还能再看着那辆车对吧 还是孙子回头 我哥哥我应该跟他拍个合影 或者怎样 一会儿能看的 一定能一定能 虽然我已经迷糊了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正事还是要干了哈 今天呢 我们是来到了上海CAS改装展 这个展呢 是目前中国在汽车改装展会行业里面 可以说是做的最大的 各大改装厂商呢 都会去争着在这个展会上面 让这些改装店家啊 改装爱好者们记住 将会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展会 我现在还沉浸在刚才那个车里面的小姐 不是小姐姐 那刚才的车 我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展会 最起码有50次吧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好 CAS改装展 我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带大家去看一下RES展台 我左边 右边 后边各有三台 Macaron的720S 其实呢 RES呢是我们国产排气里面 相对来说性价比非常高 而且产品品质一直来说也是挺稳定的一个品牌 从RES的这个展台的展车来看哈 这回带来的绝大部分产品呢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车型 比如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Macaron的排气的话 主要是针对540C 570GT 570S 由于是钛合金的产品嘛 由于太脆 所以说不能弯管子的话呢 是一截一截一截焊出来的 所以才会像产生这种视觉效果 而整个管子呢做了这种带颜色的这种 洋降化的这个工艺哈 WOW NOVITEC 这套包围呢 它的价格其实 哎呀 不照这个卖探风差多少 一百万啊 能买我的车四辆 它前面其实从设计元素上 还是更加遵从麦凯伦的这么一个风格哈 它看起来特别像赛纳 整个的这个椅子板上面呢 也有做这种赛车领域 才会用到去降低 轮子在旋转的时候产生气压的这种设计 这边都有开孔 每年看大家这都不缺人啊 所有人都在拍照这个地方简直就是这个展会上面最热的一个展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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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跟你说就不一样了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展台 这家非常牛逼的点在于他们是一个做超跑改装超跑租赁的 这种车改起来都很心痛的 因为这些车都要切的 你要是想自己拉一台出来 那可是需要非常非常高的觉悟的 这车租完了以后的话你就能体验一下 装了宽体的四五八开一天是个什么感觉 你可以开着它去载你心仪的女孩看场电影 对吧 然后吃个馄饨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的每一台车都是可以拿来租的对不对 你放的每一台车就可以拿 我听说是有配司机这种业务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想显得有面子这样的事情 找一个司机这样不够有面子 我觉得找一个女司机才足够有面子 比如说像今天在坐在这里 其实他们不是车模我知道 你不用多说 他们都是我们的司机对不对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能不能实现 是你想不想问的 就是说你还来想的话 很想会有人用改装车去 没错就是开着四五八可能说明你这个富人 但是当你开着LB的四五八 证明你把四五八拿来当玩具一样改装 拿来拉切开后叶子完了以后 它再也不可能复原了 我靠这个就告诉所有的富人士 我在你们当中是更富的人 对我更不在乎 改装过后的超级跑车是什么样 因为这种机会的话真的太少了 我感觉到激动的感觉 升旦的感觉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明白明白明白 多少钱租 好我们接下来说价钱谈钱不伤感情 我们这台车如果放主客 或者是我们的VIP客户 这台车是三千九百九十九一天 诶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呢 我们这台车是让更多人去理解 改装这个东西 和后像超好这个东西 不是一个离人很远的东西 原来你们是为了传播开车文化 跟你是一个想法 除非我们是同行 都是同车的这个行的话 同行都有扣架 有套一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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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在我身后是一台KTM Expo 这台车的话这台车应该是一条赛道板 赛道板 它是什么组别呢 它是奥地利 就是类似像Cup那种 对 就单一规格赛 哦这样 那我看这个车感觉小小的 像我这种身高一米九的人 觉得我可以坐进去 没问题 它的座椅不可调 但它踏板可调 哦 我能试一下 可以 哦真的吗 看到了进去了 OK 这能扶吗 都是全探线 我才不敢撑 有个硬物顶住了我 因为我身高一米九 我也能开这么小的车 非常的帅气 没有意思多一个动作 挖一百大吉 买到这样一台车了以后呢 这台车其实是不能在路上驾驶的 对 对它只能在赛道里面 而且现在只有桶龟赛可以跑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我们的公路板可以上台的 这里有个玻璃 有个玻璃 对 哦 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死虫子 拍在眼睛里面 对不对 有可能会 有玻璃没有顶 那开这个车 在高速公路上 是不是要带头盔的 不用 空气动力学有设计 对对 讲究 讲究 这是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机会 这一次上海CES给了我太多的惊喜 在身后呢是韩寒正在玩模拟器 作为他的一个忠实粉丝 此时此刻我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内心的情绪 想要有机会等一下能跟他合一张影 握个手 好吧 我不奢求握手这种事情 我可以在这里体验一下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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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在走 你看周边是大厨 我不知道 66哥 66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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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做了你好多年粉丝 然后对 您做 谢谢 您今天还会有新的赛车类的电影计划吗 今年不会 以后呢 以后看情况先拍点别的吧 总之那部电影刷了好几遍 谢谢 因为做这样的话我也会轻松一点 你做一下做一下 做一下 表演 我 我 那你平时是开什么 苏巴鲁 一爆 一爆是哪一代的 十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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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对 对 然后现在德系车都这么快 然后他妈的这么不争气 的确是你一上来就轻轻松松就四百上下 对 而且人们其实对于驾驶乐趣的理解还需要时间 就是 现在德国车是快 但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驾驶乐趣 然后只有油门和刹车两个东西 所以说 嗯 嗯 你把ESB拆了吗 拆了就有驾驶乐趣了 就天津也有赛道 就如果想要开快的话 就可以去天津的那个赛道里 对 我们也是有开一些比赛 然后但是由于经济实力有限 所以并没有开很多 还开CECR等等这种 你经济实力很强了 你一般人承受不住包装四五次的 你到时候就来习房啊或者赛超 或者都在那边 哇 好酷 太感谢了 真的太感谢了 一切感谢 对 Shit 我他妈都快哭了真的 Holy shit 好嘞接下来我们完成下一个任务 Let's do it Let's do it Let's do it Ri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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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排气大班来的 你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吗 这是一个奔驰G350D的排气 碳纤维的尾嘴 因为奔驰G350D的声浪特别不好 所以说为了改善这个情况 他们在这儿设计了两个大喇叭 所以说 即便是你买一台柴油的G 你也可以通过换装这种排气呢 来让你的这个声浪变得悦耳 Z8 V12自己选 这个就是未来 这应该就是一台G350D了 那我来试一下 突然之间全世界都安静了 我来听一下 我来听一下 这有控制器啊 对啊 大家我看这个好玩啊 拆油车原车是这样的 哈哈 然后 然后 换一个呗 不一样吧 不一样 哈哈 哇 why not 为什么不来个这个东西我的天 每天可以换辆车开的感觉 每天可以换辆车开的感觉 就是有碳纤维 它竟然在外面喷上漆 对 这就叫毫无人性 人家呢 就把肉埋饭里了 就是大佬 但是呢 大佬竟然看我的节目 还要你签名 还要我签名 因为这个Darwin Pro的这个封面就是这台车 我天 Darwin Pro是一个国际品牌来的 现在我要签了 帮你拿 对 对 对 好 就是 应该是他们的小姐姐 全是2B的风格 就是那个 因为你喜欢 别因为我 你私心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不要乱说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整个CAS改装展 其实更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的外场 我们看到后面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舞台 然后在我面前 都是改装玩家停的车 其实这个地方的氛围 说实话某种意义来讲 比里面的氛围有意思多了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改装玩家 会把自己精心打造的 一台台作品停在外面 那这种氛围 才其实是 和我们改装爱好者们 更贴近的一个氛围 里面的话 都是厂商 在那里秀美女 但是真正要找 有意思的车的话 那肯定是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大家 一起来看一下 外面究竟有什么 有意思的车吧 帅哦 帅哦 这套包围 这套包围 Amigan Amigan 这套它没有打活的 直接上 哦这样 Amigan Word 这种品牌 我觉得还都是质量比较稳定 但是前厂 都分包自己切的 哦 这个等于说是自己做的 整个前厂的尺寸 包括形状 这个都要自己比量的来 自己比量 对 这家车还有什么其他的改装吗 后背屁股 哦 看一下 所以说它是你自己的创意吗 还是说这东西是 X岛国的某个高端品牌 不是 这是完全就是照RWB来的 我RWB的因子都方便 就他们尾巴这段都是拿着摩托车的来做的 摩托车的最后这段都比较讲究 哇 这个记忆点真的是太清晰了 我见过好多次 就是在朋友圈里面大家发你的车 哇 还有签名啊 没有这贴的 我有他签名 但这个上面是贴的 真不贵 谢谢谢谢谢谢 不贵 再开玩笑 那不贵 有什么事 i know with 这不贵 你 终于我们这样的 还有你 我贴的 小酒 然后 那不贵 有这么快 一是 有什么 Mutant 那不是 我 我也 太爽了吧 太爽了 这是一台很容易飘移的车 Easy Drive 对 它已经翻了全部 对 就是下来了以后 我也就被吓坏了 它已经改了800匹 观众机都买了1000匹吧 是比原厂车要货币很多 中车率 你可以犯一些错误 你随时可以收回来 我其实这钟摆都是感觉跟着车走 并不是我在控制 好 再来一轮 我要一个参加了 再来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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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三 五 好 变成 开始 变成 变成 我还要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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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了 但起码我方向是对的 这台车呢是一台古斯特 但是它和我的车其实长得是一模一样 而且这台车第一天在下飞机的时候 它出现过 可是第二天呢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压压仙子 这类的失了一些魔法 我那个时候看到这台车的时候的感觉呢 简直就像第一次跟我老婆相遇的时候 那种感觉简直了 卧槽只出现过一次 所以这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 当时我在酒店下面 我还在聊天 这车开过来的时候 一瞬间我真的不开玩笑 一瞬间我以为是我自己的车 我以为真的是我以为是我自己的车 诶 诶 诶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long time to meet 忽然之间真神出现 wow shit wow wow 是真正的大佬 我的天 我还准备去拍拍摄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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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to meet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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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去可以去店里面拜访 我希望就是能融入她的生活 我希望就是能融入她的生活 我希望去她经常去的地方 我希望去她经常去的地方 我希望就是能融入她的生活 没有很多不能拍摄的地方吧 因为每次都不能交来的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如果你来到时候她的朋友 还会在楼上 我现在来到这里 谢谢 所以 所以 还会玩摇滚乐队吗 高冬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是啊 我也是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 aye 我会让所有在中国喜欢改装的人都听到这首歌 我会 我们可以叫高杉来拍一个MV 在里面准备一下 但有些MV 未来的首席可以 OK 太梦幻了吧 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周末 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么梦幻 当然马上就要结束了 梦也要有醒的一天 还要继续工作搬砖 可是你知道我真的特别希望时间就定格在这一天 这一天我过上100次真的都不嫌烦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看到这台车的时候的心情 非常像我18岁的时候 我女朋友给我过生日的时候 她从一个纸箱里钻出来 当然这一段是不可能剪到节目里面 因为我老婆会看 我那个时候看到这台车的时候的感觉 简直就像第一次跟我老婆相遇的时候 那种感觉简直了 只出现过一次 对这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 一路走来 我已经实现了好多梦想 尤其近一年的步伐加快了太多 这过程虽然也让我失去了很多 但也换来了内心的满足感 德语诗之间 温暖自知 回忆起曾经人群当中 那个迷茫的自己时 就会更加坚定 对未来的理想和方向 感谢你看完了这段视频 ZoeyTuning 步履不停 我们下一个日后见 感谢观看